欢迎来到小春电影,我是小一,这一次要分享的是《红字》,故事发生在1666年,一个叫白兰的已婚少妇来到了美国马塞珠塞海岸殖民地,在父亲的逼迫下,她嫁给了一位比自己大三十多岁的学者,当时绝大部分女性专严家务,学识浅薄,目光短浅,而白兰从小饱读群书,对事物有着深刻独特的看法。 一句美洲的途中,白兰先妻到达,其丈夫迟迟未至,且杳无音信,作为有身份地位的学者太太,白兰顺理成章地成为信徒,在教会口中,她了解到殖民者和印第安人之间的矛盾不断,因为英国人认为,所有人都该信仰基督,他们积极地向印第安人传教,可印第安人崇拜自然神灵,非常鄙视基督教,加上抢夺土地和粮食等问题, 英国人和印第安人经常爆发冲突,这些亲教徒掌管殖民地,所以信徒都受教条管束,少有违背就是异教徒,严重地会被绑上形态找死。 教会考虑到白兰长得出众,担心女人独自居住会出儿子,便打算找人和她一起住,但自由主见的白兰,以丈夫不久将归家为理由拒绝。 经过寻找,白兰租下了海边的一间小屋,等待着丈夫归来,实际上,她对丈夫只有婚约,没有爱情,对方是生是死,她丝毫不关心。 而这里的英国人信仰坚定,恪守清规,白兰天生丽质,又狭爱打扮,她的一举一动颇为引人注目。 周五是安息日,所有人要去教堂礼拜,出来乍到的白兰驾着马车前往时,乘轮被塌陷的泥土卡住,白兰束手无策,进也不是退也不是。 这时候,年轻俊美的男子阿瑟刚好路过,她主动上前帮助白兰,然而忙了一阵,车轮问题没有解决,但两人迅速看对了眼。 随后白兰听从了阿瑟的建议,直接骑马赶赴教堂,谁知道她刚坐下就大吃一惊,刚才帮自己的男子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,而阿瑟也没料到,台下的白兰已是人妻。 此时她内心既有严厉的宗教教规,也有对爱的欲望之火。夹杂着冲动的情绪下,阿瑟格外激情地完成了这次步道。 接下来的日子里,两人恨不得立刻在一起,阿瑟对亲教徒极其虔诚,但一言一行尽显幽默。 白兰有颜值,有学识,努力寻求前卫独立的思想,可教会有规定,涉及婚外情的男女一律判处绞刑。 身为牧师的阿瑟则最佳一等,起初两人并没越轨,都在压抑着自己的情感。 直到某日,印第安人攻击了一艘英国客轮,对船上数百人进行屠杀。 白兰丈夫积极的遗物被教会工作人员捡到。 有人说她海上浴室,有人说她被印第安人杀害。 不管怎样,所有人认为白兰丈夫必死无疑。 当晚,阿瑟赶到白兰的海边小屋,交给对方其丈夫的遗物。 对白兰来说,丈夫一死,反而让自己解脱。 于是在她的主动下,两颗为爱抗争的心得以成全。 从互诉思念到水乳交融,他们展开了一段危险禁忌的恋爱。 想不到白兰丈夫积极并没死,因为一箱医药工具,印第安人以为积极是医生,从而把她俘虏了起来。 囚禁期间,积极被折磨到皮开肉绽,简直生物如死。 另一边,白兰怀孕,被人多次看到随地呕吐。 教会得知此事,以通奸罪名,逮捕了白兰。 审判当天,重长者和执法官咄咄逼人,要他供出孩子的父亲。 他们甚至怀疑,白兰怀上了印第安人的野种。 白兰心里清楚,若说出真相,他和阿瑟会被绞死。 为了保护爱人,白兰没透露半个字。 经过商量,总督将怀有身孕的白兰扔进监狱,直到他揭发通奸者。 阿瑟以祈祷的名义前去看网,他表示自己要说出事实。 白兰一口拒绝,他认为这段恋情和情和理,应该奋力捍卫,勇敢抗争。 而在道德的天平上,阿瑟露出懦弱的一面,虽有自责和内疚,可叫归又使他摇摆不定。 最终,白兰提出,假如真的无路可走,他用手军做信号让阿瑟来解救。 结果这么一等,就是半年。 在邻居的帮助下,白兰忍着巨大的痛苦,在监狱里生下了女儿。 而阿瑟依旧软弱无力,日日承受心灵的拷问。 他无法接受背叛虔诚信仰的事实,不敢承受违反教规带来的严重后果, 更害怕受到公众的谴责和谩骂。 因此,他没有勇气公开与白兰的关系。 过了半年,通奸者仍没查出,教会感到颜面无存。 他们认为白兰生性淫荡,是个不解之腹。 于是教会将白兰绑上行台,让他终身佩戴哄字A, 要终身羞辱和惩罚这个罪名。 偏偏此时,淡难不死的白兰丈夫吉吉突然出现在审判大会。 最为精通医术博学多才的智者,吉吉表面上看沉浸文雅, 内心却邪恶无比。 一回到家,吉吉就逼问妻子通奸的对象。 眼看白兰手口如瓶,吉吉就气急败坏地开始殴打, 他发誓要将通奸者揪出来以发泄心中怒火。 此后,吉吉如同魔鬼一般,做出一件件可怕的事情。 比如,吉吉伪装成医生,汇入到教会内部, 来摸清所有人的底细。 吉吉教所教会高层等人,使用酷刑逼问家中女仆。 当对方供出白兰接生婆的身份时, 他竟派人杀人灭口。 又比如,吉吉诬陷白兰和撒旦通奸, 说接生婆是女巫的化身, 甚至差点像几个月大的女婴伸出毒手。 虽然白兰身带红字遭人鄙视, 可内心的力量完全超越了男人。 他不惧众人的异样眼光, 受尽屈辱和精神折磨, 仍然没有透露一个字。 然而惨的是, 教会决定判处接生婆白兰邻居绞刑。 这天,白兰带着女儿和阿瑟见面, 他表示自己要和接生婆一起赴死, 决定和教会死扛到底。 一时间,阿瑟语无伦次, 自从白兰受审以来, 他的恐慌弥漫了整个思绪。 阿瑟正直善良却懦弱无能, 只敢在背地里流泪自责。 可这一幕, 让躲在说后的吉吉目睹, 他终于找到妻子的出轨对象。 夜深时分, 吉吉打扮成印第安人的模样, 准备对阿瑟开展报复。 此时, 白兰则来到了阿瑟家, 本想和他交代女儿的抚养问题。 谁知道, 之前迷恋白兰身体的渔夫, 一路尾随其后进入屋内。 一见面, 渔夫就强行直奔主题。 瞧就瞧在, 阿瑟正好赶到白兰家, 他计划连夜带着对方私奔, 却不料扑了空。 结果眼上, 白兰用蜡烛台戳中渔夫眼睛, 再用猎枪逼着对方离开。 结果渔夫在返回途中, 守候多时的吉吉突然杀出, 因为天黑眼瞎, 他把对方当成了阿瑟。 于是渔夫惨遭割喉, 被吉吉割下了头皮。 到了第二天, 渔夫尸体被人发现, 从现场的口哨和手法上来看, 英国人咬定是印第安人所为, 再加上他们怀疑白兰和印第安人有染, 两个事情叠在一起, 使英国人感到丢尽脸面, 死活要对印第安人展开抱负。 午休时分, 所有男人拿起刀枪, 见到印第安人就开杀。 与此同时, 白兰和街生婆等人被绑上形台, 将会决定事宜绞刑。 面对死亡, 白兰依然闭口, 拒绝用公认换来求生的机会。 而吉吉并没因报复成功而快乐, 相反, 他陷入沮丧。 阿瑟闻讯后感到时, 吉吉已经上吊自杀。 到此, 阿瑟内心的负罪感和良心的谴责, 最终战胜了他懦弱的意志。 大庭广众之下, 精神临近崩溃的阿瑟跑上形台, 大声承认自己和白兰的关系, 一片金剧声中, 他甘愿要和白兰共生死。 在原作小说中, 阿瑟展开了胸口上的红字, 用死来实现了灵魂救赎, 而电影则完全不同。 正当阿瑟要上绞刑时, 大拼一地安人冲了进来, 整个小镇发生了暴动, 原来之前殖命者的乱杀无辜, 彻底激怒了印第安人。 一阵枪弹雨淋过后, 双方打得血肉模糊, 尸体堆积如山。 趁乱之际, 阿瑟带着白兰和女儿, 侥幸活了下来。 日后, 白兰摘下了代表着通奸者的红字, 和阿瑟带着女儿远离他乡, 开启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 本篇改编自美国作者霍桑创作的长篇小说, 红字不是对白兰的惩罚, 而是揭露当时充满罪恶的社会。 面对爱情, 白兰表现出了一种客气为人的美德, 这就反衬出教会制度的不公正, 和人性中的恶对生命的禁锢。 可以说, 任何宗教都有其两面性, 禁欲主义有造善的一面, 自然也有知恶的一面。 感谢留言点赞的小伙伴, 我是小陈电影的小姨, 对了, 别忘记关注我们哦, 下期栏目不见不散, 拜拜。